调皮的皮 危险的围 结冻的洞 你曾遇过拥有这些特殊姓氏的人吗 桃园桂山眷村故事馆 有建于馆内展示的眷户门牌上 常被参观民众问起一些特殊姓氏 因此特地访问了几位拥有特殊姓氏的住户后代 了解这些姓氏的由来 还加足趣味故事 桃园眷村姓氏展 其实这一档的由来 就是因为我们故事馆有摆一块 鹿光山村原本的眷户门牌 然后上面其实记载着 鹿光山村400多户人家的一个姓名 我们就发现说 除了鹿光山村的原住户 他可能会来透过这一块姓氏门牌找人以外 也会有很多的游客 对于上面的名字感到非常有兴趣 因为他其实记载了许多特别的姓氏 因此我们这一次展览 就是以这个为主题 然后去访问七位 在眷处里面拥有特殊姓氏的原住户 然后作为一个展览的主要的内容 另外馆内也特别增设了互动装置 模拟眷村过往管理眷户时 用写有新眷户的纸条 覆盖原有住户兰会的模式 邀请民众在墙上秀出自己的姓氏 以头参与展览 只要原本住在那一栋的住户 他牵走了以后 然后自治会就会粘一张纸条 然后把新住的屋族的姓名写上去 所以它上面其实是叠盖了很多的一个 时间累积的一个痕迹 然后所以我们就依照这一个规则 在我们的现场摆了一个互动的装置 如果有游客前来 下一位游客就会把你的姓名盖掉 所以只要来参与这个互动装置的朋友 其实你们的姓氏 就会变成展览的其中一个部分 每个姓氏都有不同的渊源来游 而当年眷村聚集了来自大江南北的人们 多元的族群和姓氏造就了眷村的人文故事 十分丰富迷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在十月底前到访参观 了解眷村里来自大江南北的人们的家族故事 记者刘雨婷 台会报导 有兴趣的动物是 他这里